秋千秋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眾議院議長 潘梁皇潘議長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謝謝各位 那麼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台灣主權地位探討 那麼台灣在國際上 目前因為中華民國代理美國佔領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變成在國際社會上 被孤立的這種感覺 那麼我們本身台灣人 經常不曉得自己的地位是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探討 那麼首先我要介紹我自己一下 那麼我原來以前黨外時代 我就有在看一些黨外的雜誌 尤其像以前那個 民進黨的前身叫做美麗島雜誌 那時候我就都有在注意 因為我們本身從高中的時候 就發現國民黨很多講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對國民黨有很大的問號 所以學校的教官要鼓勵我加入國民黨 我都不會加入 那個GAME開小一點會回音 而且那時候沒有出國的機會 OK 以前要出國 除非你去當留學生 或者你是人才 國外的公司要聘請你 再來就是你當官 當外交官被外派 要不然你要出國很困難 那時候沒有開放觀光 那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 我一直想到到國外去求證 國民黨的壞處 所以我就去考 退伍的時候 我就去考 那個船員訓練班 去當商船的船員 這樣才可以出去 我第一次坐船到日本 一踏到日本的土地 我就證實了我對國民黨的懷疑 所以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的職質就是說 如何把國民黨板倒 把他們請到金門馬祖去 這是我的職質 所以在當兵的時候 葡萄長要找我加入國民黨 我都不要 那麼民進黨 1986年剛成立 我馬上就加入 那時候我小孩子還小 還不會走路 還要抱著 那我的朋友 就警告我 說你發神經病了 你不怕準備要請人家 你不怕要來關 可是我就天生就是不服氣 我還是加入 那經常那時候 那時候要來台北抗爭的時候 管區的幾年經常到我家問 潘先生你要不要去台北 我說故意不跟他講要不要 我說我還在考慮 所以他說經常到台北一日遊 就坐遊覽車來台北抗議這樣 好 好 那麼很可惜 民進黨也出了兩個黨主席 讓我很失望 一個叫做施明德 一個叫許信良 一個要喝和解咖啡 金馬撤軍 一個要大膽蹊盡 把台灣的資金 技術 人才都去幫忙中國發展他們的經濟 所以我就對民進黨失望 就漸漸沒有參與民進黨的活動 沒多久 出了一個叫做建國黨 我那時候是 那個深獨 獨派的 就是要獨立建國 那建國黨 你看那麼簡短有力 他目標明確就是要建國 我在那時候不清楚的狀況下 不知道台灣法理的狀況下 馬上就加入 可是民進黨 很不長進 他發現這個建國黨 水準都很高 那些成員很多都是教授 教師 都是師自備的 都是工程師 律師 還有醫師 也有法師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民進黨擔心 因為民進黨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中下階級 那麼建國黨 很多都是醫師 尤其那時候黨主席是李鎮元 台大醫學院 那麽的院長 那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民進黨使了一個招數 他把民進黨的人頭黨員 去加入建國黨 去把它滲透 去要求重新選舉幹部 佔據了整個高層 所以被滲透以後 建國黨很快就沒落 他沒有 他只想到他民進黨的前途 他沒有想到台灣的前途 因為這些建國黨的這些成員 這些教授 他們很會寫這個論述 很會寫一些 台灣要往何處去的這些論述 到底講民進黨 你應該要配合他們 不要去消滅他們 讓他們 建國黨繼續去講他的論述 因為他是理論派的 不會去走街頭 然後你把他好的論述 接收起來 在議會或者是在街頭 你都可以跟國民黨去抗爭 可以互譜 結果他不做 把建國黨搞掉 這很可惜 所以我也對民進黨非常失望 本來就很失望 這一次建國黨被他弄得 等於說被消滅掉 我非常失望 所以我又 我這個魂不知道要去依哪一個體 本來是依在民進黨 對他失望要依到建國黨 而且還沒有建國黨 我就回去繼續做我的工作 就 沒有插手 直到有一天 因為我每天從高雄要去屏東工作 我都會開車 經過那個地下道 結果因為高雄是做捷運那個地下道 中正路地下道探險 所以我們要改左上面 改左上面的時候 我在中正路跟五五路交叉口 五一路一號 我發現有這隻旗子都很大隻 都是這樣那麼大隻 那我那時候想說 喔 這是美國公司來台灣開分公司 這個是直銷公司 我把它當作是直銷公司 來台灣開分公司 就一直到 我在看報紙 我發現 有一個小廣告 上面也有這個旗子 才發現是 我們林智勝秘書長 在高雄市選市長 那他要辦一個演講會 在高雄的這個五廟 然後他有一個頻率 說他每天的10點到12點 在廣播電台有節目 然後我打開聽 很合我的意 所以那個禮拜六 他在那邊辦演講 我馬上就去了 去了那個志工就發這個小騎士給我 那麼秘書長一上去演講 喔 那個氣勢 就好像2000年的時候 陳水扁在競選流亡中華民國總統 那個氣勢一樣 他講話 那個氣勢就是跟陳水扁一樣 然後 從那時候我就那個氣勢 在那邊搖得很高興 從那一天 開始 我很多在民進黨 在建國黨 得不到的答案 都在秘書長的演講 或者他的書 找到答案 所以我非常高興 從那一天 本來整個對政治都冷淡掉了 都冷了 從那一天 整個又熱 又熱起來 熱到39度 到今天還沒有退燒 所以我今天還會一直跟在秘書長旁邊 就是這樣 好 那麼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台灣主權地位現況 好 台灣就是目前因為1945年9月2號 那個日本在東京灣 秘書旅舰上面簽了投降署以後 邁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命令蔣介石的部隊 代表盟軍來台灣 接受台灣日本兵投降 把他們繳械 代表盟軍來佔領台灣 好 但是到1949年年底 中華民國 國共內戰打輸 大敗退 他們是武裝的難民 他是非法入侵 這次的 這次來的 第一號命令來的 這是合法 但是 1949年年底 他們是非法入侵 他們是武裝難民 一般的難民 你要逃到別的國家 你要很低聲下去 要求別的國家來庇護你 來保護你 而且一般如果大規模的 還有聯合國的救難總署 他們會蓋帳篷的那個難民營給你住 對不對 可是那次來 他們是有武裝 一般難民到邊界就被繳械了 可是這些是 連大炮 船艦 機關槍 通通帶過來 那時候我們台灣人已經沒有武器了 所以就任他們宰割 好 再來一直到 好 2006年 10月24號 我們秘書長控美安 聯邦法院判定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這個我們初級班都應該上過了 跳過去 好 再來就是有關我們台灣地位的國際條約 或者法律或者宣言他們的位階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第一個馬關條約 這是國際條約 這是大清帝國跟大日本帝國 他們兩個國家簽的國際條約 好 再來就是有51個國家所簽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好 A跟B這兩個都是國際條約 這是位階最高的 好 再來看 台北合約 當然這個也是國際條約 但是 它是以舊金山和平條約做它的母約 台北合約是要等到舊金山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生效那一天 才由美國強力主導之下 要求日本政府你要去跟中華民國台北 這個簽台北條約 好 但是日華台北合約在1972年失效 為什麼 因為日本在1972年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所以這個條約就生效了 就失效了 好 再來 再第一點的 美國台灣關係法 這個只是美國的國內法 它不是國際法 好 再來 更低的一個叫做開樓謊言 不是宣言 這裡講是講宣言 其實它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但是中華民國國民黨 經常要拿這個新聞公報來跟我們騙說 它是開樓宣言 而且這個宣言也沒有人簽字 那麼到底這個開樓宣言有沒有效 有效 有效喔 它是有效 但是什麼時候失效 一般美國人 歐美的人士 他們比較誠實 他們話說出去的就算話 握過手就算了 不一定要簽字 它只要講出去 答應你們 就像日本時代 日本人來台灣管理我們台灣人50年 就把台灣人管的 守法 守時 守信用 信用就是說 我講出去 就算了 就有效力 不用像中國國民黨來台灣 把這三個都弄丟了 人民不守法 也不守時 也不守信用 現在你跟他簽合約 寫合約書這麼大本 還會出問題 以前我父母親那一天 他們那一輩 講出去就要 任務要達成 一定要做到 說到要做到 講到守時 日本時代講慢分 滿分 中國國民黨來以後 回家都說誤點 滿分分跟點 差60倍 對不對 好 所以本來有效 但是因為 那時候 蔣介石有答應說 戰後 如果把台灣朋友交還給中華民國 但是中華民國不可以向外侵略 跟周邊的國家 又侵略新的領土 結果 毛澤東 在1950年6月25號 解放軍 攻打南韓 就是違反了 當時候 美國跟中國的默契 所以從那時候 美國也 你不遵守 當時候的默契 那我也不遵守 所以兩天後 杜魯門總統宣布 台灣地位未定 派地區艦隊的 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邑 當然那個巡邑 一個講法是說 保護台灣 澎湖 另外一個說法 也就是阻止 中華民國蔣介石 反攻大陸 所以從 這幾個來做比較 開樓 開樓謊言是最低階的 所以有關台灣的問題 要依據馬關條約 跟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兩項來解決 所以我們秘書長一直講說 我們要回到歷史的原點 回到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的內文 它怎麼規定 好 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就是日本天皇所屬 簡稱入使 美國軍事佔領 簡稱美戰 這個先做個review 做個回顧 好 那麼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有哪些法理依據 還有哪些跡象 我當初列了大概27個 那麼今天大概挑幾個來講 好 我們來講 AIT內湖新的館子 裡面的意涵 佔地有2萬坪 而且花費大概62億 這在美國 在全球的駐外使館 花費最多最貴 比北京 比那個伊拉克 巴格達那個還貴 巴格達是最大 因為它那個地方 本來土地就很大 那美國需要有一個眾生 所以它巴格達那個美國大使館 它弄得很大 它有分外圍防衛 中衛還有內衛 而且它要進入的路是彎彎曲曲 它不要讓你的汽車炸彈可以直線加速 直接衝進去 好 那麼 內部的建材全部由美國進口 包括工人 都是由美國空運來 來蓋的 只有外圍的篱笆 那些圍牆 是台灣這邊的工人在幫忙做 所以它內部有很多很秘密很昂貴的設備 只是我們不知道 而且你看它在蓋的時候 一定都是用帆布蓋起來 不讓你空拍 看到裡面在做什麼 好 這是一個完工的那個示意圖 好 那麼它那個租期是99年加99年 快200年了 你看為什麼要租這麼久 好 將來完工以後要進駐800個海軍陸戰隊 隊員 那根本是一個新的總督府的架勢 其實它是東亞防衛通訊電站的指揮中心 為什麼那麼秘密 為什麼弄那麼久 而且一言再言 從本來2013年就要完工 延到今年 現在又延到明年才 2015年才要完工 一直在增加設備 好 好 我們來看 陳水扁在2000年 2004年的1月16號 宣布舉行防禦性公投 為什麼公投的內容 要事真給美方過目 而不用給其他 英國 法國他們過目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 老闆是美國 那麼為什麼美國有權力阻止 陳水扁辦各式各樣的公投 統獨公投也好 但是陳水扁頭腦也很好 他發明這個防禦性公投 這個我們要防禦我們台灣跟澎湖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這個題目讓美國投很大 沒有好像找不出什麼理由 讓他不可以公投 所以最後還是讓他公投 但是大家知道那次公投也沒有通過 好 那為什麼美國有權力可以畫一條紅線 說你不可以統獨公投 他為什麼有那個權利 好 那麼為什麼台灣有難 我們來看美軍就會來遲遠 我們來看 2009年8月8號 莫拉克風災 那時候馬英九通令各駐外使館 不可以接受外國的救援 但是他說錢來人不用來 你看這個人多愛錢 而且他其實他是 主要的目的是要讓解放軍可以借這個機會 進來台灣 一進來我們就麻煩了 那個真的是請貴拿去打 可是美國也不是閒的 美國在台灣有兩千多個工作人員 美國得知國防部馬上派軍機 軍艦運送救援物資來台灣救災 你記得那時候他們兩區登陸艦 在台南的外海 有那個超級總馬那個 特大號的直升機 可以吊掛怪手 還有吊掛那個挖掘機 產瘡機 山鳥 吊到那個災區去救災 而且 從 從 琉球加索納的空軍基地 這個大力士型的 運輸機 也運一些 防水材料 救難物資 停在台南的那個 台南機場 這印證美國 仍然是救軍艦和平條約 第23條A 所說的台灣的主要軍是 佔領全國 我們是被他佔領的 好 那麼 軍機可以隨意出入他國的領土嗎 剛剛看的那個是軍機 而且我們剛剛看 為什麼是國防部 派軍機軍艦 一般美國 他們對外國在救難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美國救難總署 他們開出去的飛機都是民用飛機 那麼為什麼這一次是國防部派軍機軍艦來 這是因為台灣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 屬於國防部管 所以當然是國防部 而且美國跟中華民國 的聯繫單位講說 我要到台灣去救災 你們的救難的單位 跟我們美國 對口單位是國防部 不是美國救難總署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是美軍真的佔領台灣 所以是國防部在主導 好 那麼 那2012年5月20號下午 美國的軍機再一次降落在台灣 但是這個是 改裝過了美國空軍的行政專機 這是美國行政專機 那時候是載運美國派 擔任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斯雷霆娜共和黨籍 率領國會議員來台灣 祝賀馬英九連任 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的登基大典 美國都稱 他已經跟中華民國斷交 1979年斷交以後 就通令所有的美國駐外國的使館 所有的官員 不能稱呼中華民國 只能稱呼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馬英九當選的是局長 但是你注意喔 那一天的登基大典 是早上10點 可是他們下午才來 什麼意思 你如果 你 娶媳婦嫁嫁嫁 如果請中島的 人家會來 就表示他不尊重你 你不要叫我美國的世上 我有來就算不錯了 所以他是下午才來 好 2011年3月11號日本核災 美國撤僑入台灣自射海關 那時候中國人最怕死 最先撤僑回中國 法國也撤僑回他們歐洲 有一部分是飛到韓國去 但是美國你要撤僑 你為什麼沒有撤去你的 關島或者夏威夷 那你怎麼撤到台灣 好 你看他們在桃園機場 這個背信上面寫AIT 美國在代協會 他們自射海關 來驗證他們的主人 美國公民的身份 好 那麼中華民國的海關靠邊站 這很奇怪喔 為什麼他可以自射海關 好 他們自射海關 OK 海關 是一個 國家主權的象徵 一般 你要去 北的國家 你一定要向他的 駐外的使館申請簽證 有那個簽證 還配合你的護照 坐飛機到國家的海關 驗觀他一看 喔 你有簽證 好 可以讓你進去 但是美國AIT 他可以自己就近在台灣機場 就自射海關 表示什麼 這個土地是我在管的 你中華民國只是我派來代替我管你的而已 好 好 那我們來看台灣關係法 第二條B之六還有C的規定 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 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 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及社會經濟自助的行動 這是要美國要維持美國的能力 這就是美軍護台灣的法律預計 就是這一條 這是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它的權力跟義務 它有義務要保護台灣跟澎湖 的國防安全 這個1996年的台灣海峽 那個有一個 叫做台海危機 那時候 美國 克林頓總統 派了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示警 這個台灣在這裡 他從台灣海峽通過 那麼 為什麼 美國有權利可以派航空母艦 而且不用我們台灣人去跟他要求 那會發生台灣海峽危機 就是因為 那時候1996年 李登輝跟彭明敏 教授在選 流行中華民國總統 那麼李登輝一直在講 兩國論 那麼阿共阿 當然很 很不舒服 所以就發動 我們要像 像基隆外海畫一個禁制區 高雄外海畫一個禁制區 禁止所有的船艦飛機 通過那個地方 通過那個地方 意思 中國可以用飛彈把你打掉 所以 克林頓總統怕擦槍走火 所以馬上就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一個叫做獨立號 一個叫做尼米茲號 一個所謂在 台灣南部 一個在台灣北部 也是給 中國警告 也是表示說 我美國有 護衛台灣的決心 剛剛講 美國為何能夠自視海關 海關是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流防政府的海關 欲握有 注意 非擁有 握有不代表那是你的 握有台灣主權之美國 無權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這個握有我常用一個比喻 就是我們看 街上有男女朋友所牽手 握有 握有不代表擁有 因為還沒有決定說 那個女的要嫁給你 或者難得一定會娶你 握有不代表擁有 台灣的主權 這個所有權狀 被美國握有 但是這個所有權狀上面的名字 還是日本天皇 沒有辦過戶 所以握有不代表擁有 他只是 監管 現在美國等於監管台灣跟澎湖的主權 但是 將來 這個主權還是要還給日本天皇 好 那個 流亡政府的海關 欲握有 台灣主權的美國 無權對上司 中華民國無權對美國是上司 執行管轄權 就是說 像主人回來的時候 開門口無權審查主人 好比說我們回到我們自己家 我們到門口 我們鑰匙拿出來 開門就進去 我們不用說還要問 果果 我要進去可不可以 不用嘛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 所以 中華民國 他只是被美國派來 代替美國 所謂台灣 OK 那麼其實美國他是常進人 台灣治理當局的總統 從 梁蔣 到李登輝 到陳水扁 他們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美國說了才算 這個我們台灣人很多不服氣 可是 你看 2000年 阿扁第一次要上任 在5月20號 他一上台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這些勝利的獨派人士 很期待 我們要聽 那個陳水扁 上台 就任的時候 他要講什麼 結果他一上去講 四不一沒有 我都到誰了 有夠失望 什麼原因 就是 受美國操控指導嘛 他才會講這四不一沒有 全世界我從來沒有看一個總統 就職典禮的時候 一上去 說我不做這個 我不做這個 我也不做那個 每一個總統一上去一定講願景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那個 我要做到讓全民 能夠 有好的日子 大家都賺 大賺錢 身體健康又快樂 哪有說一上台 我這個是不一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 到底他講了哪四個 是不一沒有 好 第一個 他說不宣布台灣獨立 這個就是美國設下的紅線 第二個 兩國論不入線 第三個 不舉行統獨公投 第四個 不變更國 你看這個 不不不不 然後我們是選一個放屁總統 什麼都不做 好 另外有一個叫做 沒有廢統一綱領 或廢統一綱領 或廢國統會的問題 這就是 事不宜沒有 這個如果沒有 美國在後面指導說 你要講這個 讓我美國安心 所以前四年 陳水扁 乖 做得很乖 所以那時候 小布基 跟陳水扁 好像交情不錯 所以還特別 陳水扁要去南美洲 訪問的時候 讓他 可以飛機飛到 美國的本土 飛到紐約 可以跟台橋見面 有沒有 但是後來 第二任的時候 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 就不聽美國的勸告了 所以那時候 被小布希罵說 麻煩製造者 Troblemaker 所以他要再到 南美洲去訪問的時候 美國就安排 以前李登輝不聽話的時候 是美國安排他 他飛到夏威夷 不是在美國本土 那李登輝 那時候也不高興 所以那時候的 那個AIT 李氏主席 普瑞澤去 拜會他的時候 李登輝是穿睡衣出來 跟他見面 表示抗議 那麼這一次 阿伯要去南美洲訪問 美國給他安排 飛到阿拉斯加 安克拉茲 他還要看得要死 還要看得到 就是也是等於說 給陳水扁 下馬威 給他不方便 好 那一次 阿扁也不高興了 然後我回來我不飛 從美國回來 不經過美國 結果就被人家 講說叫做迷航之旅 還要跑去利比亞去有沒有 去跟葛達會見面 好 委任佔領的授權書 好 我們來看 1979年之前 美國是承認流亡中華民國 但是1979年1月1號 美國跟流亡中華民國斷交 那麼斷交以後 剛剛我們講的 麥克阿瑟的一般民營第一號 到那邊斷掉了 所以美國才趕快補救 他們的參眾議員 趕快去制定台灣關係法 來替代麥克阿瑟的一般民營第一號 但是基本上也是帶領美國軍事 佔領台灣的授權書 那我們可以講說就是 你把它當作說 美國有一個數字店的總公司 在台灣有一個分公司 那麼這個分公司要有人管理 當時他是派蔣介石來當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 然後又有一個叫蔣經國 然後是李登輝 然後後來才讓你們有民主選舉 讓你們台灣人可以自己選新的總經理 後來就選出李登輝 再來選出陳水扁 又選了一個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然後就選出李登輝 再來選出陳水扁 馬英九 那麼講到馬英九 我講到一個故事 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幾年 大家都日子過得很問準 薪水倒退到13年前 一般大學畢業 只能就業的時候領22K 這五六年來 日子過得好了 舉手我看一下 過得不好的舉手我看一下 比較多嘛 大部分都過不好 這個是有原因 我來講一下 就是在美國在開 國際外科醫學會的這個 國際研討會 那麼喝下午茶的時間的時候 有三個醫師 在那邊聊天 一個是日本的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台灣人 那日本這個醫師 就錯比說 我們日本 我們十年前我們這個 顯微醫學的手術就很厲害 因為我們有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他搭捷運的時候 不小心掉到鐵軌 被捷運壓過去 整個十個手指都壓碎掉 我們給他用顯微手指把他接好 十年後他十五歲 參加世界鋼琴比賽 他得第一名 那表示他接得非常好 好 那就換美國這個 這個開始臭屁了 我們十年前 也有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他車後 因為要截肢 截肢後我們 把鴕鳥的腳給他裝上去 給他移植過去 結果十年後他參加奧運比賽 跑一百公尺 他也是得冠軍 那就在等台灣這個醫師 看他怎麼臭屁 結果這個台灣醫師說 我們二十年前 有一個四十歲的中壯年人 也是車禍 結果頭 撞破了 那個腦汁都噴出去 那我們用豬的腦袋給他移植進去 他現在在台灣當總統 豬腦袋 所以我們這幾年日子過得很辛苦 好 那麼這個授權書 一直延伸到現在 就是馬英九在當 他只是在台灣 類似當一個總經理 那麼這個總經理如果做不好 很有可能 美國總公司開完會 董事會開完說 這個做不好把它換掉 有例子 菲律賓以前那個馬克思總統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貪污腐敗 而且選舉的時候又做票 所以菲律賓的人起來康報 他們被包圍起來 被包圍在菲律賓的總統 我叫馬坎南宮 那時候美軍還有住在 蘇比克灣跟克拉克空軍基地 那麼美方就跟馬克思說 我看你要跟著我 我把你用飛機載到夏威夷 要不然你留在這裡 會被這些暴民打死 那馬克思看大勢已去 所以就跟著美國人坐飛機 就到夏威夷 後來就在夏威夷 住了大概十幾年 就在那邊病死 所以馬英九也很有可能 美國認為他做不好的時候 也是用飛機可以把他載走 好 而且 從制定台灣關係法以後 就改成台灣治理當局 不可以再成為中華民國 所以美國 國務院就通令各駐外使館 不可以跟中華民國的官方的官員 一起吃飯一起開會 好 再來看我們2008年初 那時候 那時候 阿伯有邀請馬英九 一起出席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當選總統 還沒有就任 馬英九拒絕 但是那時候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處長 叫楊書蒂 與美軍官員 卻已坐雲爆甲車 進入恆山指揮所觀察 這個恆山指揮所 是最高的一個指揮的 一部位 其中央的基地 那麼為什麼可以讓外國的 尤其是美軍的 軍方的官員 美軍軍官 那麼這麼機密的地方 最高的一個沙盤推演 兵棋推演的地方 為什麼可以讓外國的 軍官進入 所以我說 來到恆山指揮所 這個觀察應該這個官要把它 改做視察 上級指導單位來視察 看你兵推推得好不好 這應該是視察 那我們來看 被美國下令塗膠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式軍事武器 你看這個漢光眼鏡 本來這個戰車上面 都有那個恰恬白的mark 都被塗掉 但是這個依稀可見 這個依稀可見 那麼為什麼會被塗膠 就是這個原因 美國國務院他自己說的 恐怖子之有三個要件 我們來看哪三個 第一個他不是國家 第二個擁有武器 第三個在當地增兵 好 我們來看 賓拉登不是國家 賓拉登擁有武器 賓拉登在當地用他的伊斯蘭教的教育 來吸引一些人來加入他的開打組織 來參加盛戰 有沒有 所以被美國認為賓拉登他們這些開打組織是恐怖分子 好 那我們來看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擁有武器 而且是美國賣給他的 以前越戰 很多戰車都用很便宜 一部戰車一塊美金 就賣給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我們台灣爭兵 我們在台灣的連滿20歲的男孩子 只要體會OK 沒有長腳 長手都要去做兵 對不對 有的做三年 有的做兩年 這個 將來都要偷偷回來 所以你做越久 他要領越多 我做兩年而已 我跟同學 朋友做三年 讓他們的領給我這個 好 所以中華民國也是恐怖組織 所以我們必須上跟美國要求 中華民國是恐怖組織 你還給他 武器上面都帶中華民國的國會 那個馬國 你還說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美國說你如果不叫他把國會都敷掉 我還要再去教 美國只要下年叫中華民國 那些軍事武器都要敷掉 還要出廁了 美國廟 中華民國的那些 阿爸市的工具自身機 在共同港調下來時 都有打中華民國的國會 但是我們真的成軍 埋出來後看到 國會都敷掉 他在那裡調 是在調到台灣人送 我們有花那麼多錢 中華民國國會有打起來 但是真正成績的是國會拆掉的 好 阿檳要下場前也要試射飛彈 試射飛彈引起美國關切 這個《國王新聞》的週刊報導 陳總統水扁在卸任前一兩個月 曾下令試射一枚中程飛彈 但立即引起美方關切 一名國務院官員曾特別赴台灣國防部查證 那時候的國防部長叫做蔡明憲 他說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切 一名美國資深官員隔一週就到他辦公室 問他有沒有試射飛彈 蔡回答只是試射而已 尚未生產 他同時向美國保證 台灣的飛彈只用來防衛而不是攻擊 你花那麼多錢 已經發展可以有一個中程飛彈 你還要向美國保證 防衛而不是攻擊 為什麼還要跟美方保證 就表示美方對你有管轄治理權 你什麼都要聽他的 好 我們來看 做到美國管制軍事武器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 日本 台灣 當然台灣不是國家 現在是被佔領中 那麼管制什麼內容呢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飛彈的射程 第二個 核武的研製 第三個 戰時的軍事指揮權 你看這三個 韓國 日本 台灣 這三個地方 你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以前的大日本帝國 這個三個 統統被限制管制軍事武器發展 管制飛彈射程 韓國 本來美國 給它限定 它的飛彈 只能射300公里 一直到去年 美國有開放 可以射程達到800公里 但是你如果說射800公里的 你的彈頭要小一點 只能裝300公斤的彈頭 那你如果做500公里射程的飛彈 那你的彈頭可以大一點 可以500公斤 好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陳水扁任內試射那個中程飛彈 美國就關切說 你沒有經過了 我同意你為什麼 增加你的射程 這是美國關切的原因 好 再來 核武的研製 這三個 都有製造核子彈的能力 尤其日本 日本他們的核電廠所產生的 武器級的布 他們現在如果 美國有同意讓它做核子彈的話 它可以做出2000顆的核子彈 這也為什麼說日本它不會放棄核能發電 它一直在準備這些核彈的材料 那麼中華民國蔣經國的時候 他都對外宣布 中華民國不會發展核武 但是講一套做一套 他特地成立 中山科學研究院 有一個 研究核能的單位 還有清華大學也有 然後他們已經發展到快成功的時候 那時候 有一個成品 準備運到南非 去施暴 結果那一架飛機 就在南非的外海 應該是被CIA的人員 用定時炸彈給它炸掉 而且 那時候1986年 發生一件事 就是那時候的核能研究所的副首長 叫做張憲憲 張憲憲 他蒐集所有的核子的武器的資料 其實他是被美國 他去美國留學的時候 就被美國吸收為CIA的工作人員 所以在快要成功的時候 他蒐集所有的證據 在美國的掩護之下 就是 跑到日本 跑到美國去 隔一個禮拜後 美國就會同聯合國的原子能檢驗單位 來到台灣 把中科院的 還有清華大學的研究核能的那些儀器設備 都拆走 而且把核子 反應爐也封起來 用水泥封起來 那美國為什麼有這種權利呢 美國為什麼不去把 北韓的 核能的這些設施把它封存呢 或者是儀器拆走呢 為什麼也不去伊朗 把他們的核能的研究的單位 去把它拆解掉封鎖掉呢 為什麼獨獨對台灣有這個權利 這也印證 台灣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的關係 好 再來就是軍事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韓國沒有戰爭的時候 美韓聯軍 是韓國的指揮官在指揮部隊 但是真正南北韓打仗的時候 就是美軍這個副指揮官 起來 美國的這個指揮官起來領導 所以 還有 暫時軍事指揮權這個問題 那麼本來2012年的時候 美國跟韓軍 就有默契準備在今年的時候 美國要把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交給韓國軍 結果 大概一年多前 快兩年前 發生韓國天安艦事件 韓國的一艘戰艦 不曉得被誰的魚雷擊沉 發生那件事件以後 韓國就跟美國要求 暫時的指揮權 還是先不要移轉給我們韓國軍 還是你美軍來主導 好 那麼我們來做一個小結論 就是說 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事 美國總統也受國會法院監督 他不敢違法 違法的話 就會像尼克森一樣 那麼 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的真實地位 只有我們台灣人 像井底之蛙 被蒙在鼓裡 這也是國民黨成功 他封守一些消息 而且放假的消息給台灣人 從以上種種跡象 證明美國一直在管轄台灣 雖然我們看不到美軍 但是其實那些美軍 他們是都穿便服而已 現在很多雷達 重要的雷達站 或者是監聽站 其實都是美軍在掌控 只是他們上班的時候 他們都是船便服 OK 美軍從未離開台灣 一直在佔領中 OK 好 我們來參考 世界各國自治建國模式 做一個探討 第一個我們來看古巴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1898年打仗 那麼西班牙打敗 所以在1998年的12月10號 圈了一個巴黎合約 西班牙放棄古巴 跟台灣很劣勢 台灣也是被放棄 然後各讓菲律賓 波多里克關島 那麼美國協助古巴 在1902年的5月20號 讓古巴獨立建國 那麼古巴跟台灣的敬意做比較 好 兩個都是因為合約被放棄 但是古巴它獨立成功 台灣到現在地位未定 那原因是 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宣布獨立 那麼原來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1945年4月1號 日本的明治憲法實行在台灣以後 台灣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可以獨立出去 這也為什麼美國說 台灣獨立就代表戰爭 因為台灣是被美國監管 也等於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在 日本還沒有還清楚 台灣暫時被抵押在美國的手中 在等待每日協商看要用什麼架碼 來把台灣輸回去 在還沒有輸回去之前 美國要把台灣顧好 不要讓中共佔領走了 OK 好 來看菲律賓建國模式 那麼菲律賓一樣也是從巴黎合約 那些從西班牙取得菲律賓 受制於非獨支反抗軍游擊戰 在台灣有台獨 在菲律賓就有非獨 那些反抗軍 菲律賓的獨立組織聯盟 他經常去攻打美軍的基地 去燒腦美軍 那美軍派部隊去追腳 那菲律賓有四千多個島嶼 那些菲律賓的飛途 就跑這個島嶼 跑那個島嶼 美軍頭痛的鑰匙 所以美國在1937年 就請他們的反抗軍首領來協商 讓菲律賓有十年的自治期 在美國協助之下 把菲律賓的行政弄好一點 再交給菲律賓 可是之間有日軍去攻打馬尼拉 麥克拉斯跟菲律賓的總統 一同撤退到澳洲 這個那時候 麥克拉斯是那時候在菲律賓當總司令 這也是 那個麥克拉斯他一生的 當兵 當軍人這段時間 這次是最沒有面子 最露氣 因為他整個菲律賓被日軍 日本黃軍給佔領 所以他撤退到澳洲去 好 我就在想說 就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從台灣 有很多飛機去把美軍 在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整個把他們空軍兼媚 所以他非常怨恨台灣 所以在戰後 在1945年9月2號日本投降的時候 才會命令蔣介石的部隊 三流的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管理我們 所以我們真的是吃了中華民國的虧 吃得很辛苦 好 我們來看 然後在1947年的7月4號 菲律賓在美國的協助之下 獨立建國成功 你注意看 7月4號 美國國慶日也是7月4號對不對 所以說菲律賓國慶日也是跟美國一樣 那我們台灣民政府在1910年的7月4號 也是在美國的協助之下 在美國華盛頓使館特區 我們台灣民政府在那邊掛牌 也是7月4號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好 立陶宛的建國模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立陶宛就被蘇聯併吞 然後在1990年3月11號 立陶宛他們的民間議會 自己宣布獨立 但是那時候國際社會 這些大國家都還在觀望 沒有給他承認 然後在立陶宛的人民 他抵制蘇聯軍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讓那個投票率低50% 所以國際就不承認 蘇聯統治立陶宛的合法性 所以在1991年9月6號 立陶宛他們人民自己辦獨立 結果他們完成獨立以後 蘇聯看大勢已去 反而率先承認 所以我們來看立陶宛抵制選舉的意涵 我們來看我們參與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選舉 及投票的後果 我們來看2008年或者2012年的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大選 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會去參與投票 投票率都70% 70幾 都超過50% 而且是在我們拿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去到投票所 你一踏入那個投票所去給他領選票 我們就先輸一半了 那就代表說 你承認你自己是中國人 你才會拿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去參加中華民國的總統大選 而且領完票在自由意志之下 你們全選票 那兩次的選舉 2008年謝長廷 我們那時候還輸了200萬票 給統派的馬英九 2012年1月14號 那時候小英三隻小豬 氣氛非常熱烈 以為是穩贏了 結果還是輸了80萬票 所以 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你們投票率那麼高 而且都是統派的人贏 那就表示你們台灣人民 希望被統派的馬英九去統治 希望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這是你們自己的選擇 這外國人在看是這樣 這問題很大 我們奔土台灣人應該抵制 任何中華民國流行體制下的各級選舉 你說像最近9月18號 蘇格蘭他要辦獨立公投 那 獨立公投就是只有蘇格蘭他們自己去投票 你有看 有答應英格蘭的人民會跟蘇格蘭一起去投 獨立公投嗎 不會嘛 不會嘛 因為 我們中 我們是 日本 大日本的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我們為什麼去參加中華民國的總統選舉 好 再來我們再看琉球返環模式 這個1952年2月29號 琉球民政府成立 他們也有行政立瓦斯瓦 那麼當時剛開始沒有錢幣 用B型的軍票當作錢幣在用 1958年後才一開始用美金 但是1972年還沒有返文之前 琉球人要去日本本土 去東京或者是北海道 要向美國的琉球民政府去申請旅行證件 就是類似Passport 護照的功能 才可以去日本本土 那表示說 琉球已經是日本本土的境外 類似國外了 就不是說像澎湖 要來台灣拿身份證就可以做 一定要拿國際的護照 OK 當時候的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的旅行證明書 就是這一本 那麼我們台灣將來 也要拿這個旅行證件 Triple Document 這是美國國務土安全部所發的 我們將來也要拿類似這種 那麼在1971年的6月17號 每次簽訂琉球返環協定 為什麼會簽這個 就是美國跟日本協商好了 日本支付3億2千萬美金給美國做補償 然後才來簽這個琉球返環協定 依據這個琉球返環協定 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尼克森政府把琉球還給日本 屬南洋道 但注意沒有辦公斗 因為它是用付錢的 付補償金 把琉球包括釣魚台 間隔群島都還給日本 所以現在的間隔群島 是日本政府在行使管轄治理權 所以美國他只說 只要是在日本管轄治理權的範圍內 都符合美日安保條約保護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琉球在美國軍事占領下的指揮結果 就這個 怎麼不見了 對不起 那我用講的好了 就是最上層是 美國 那個政府 美國的聯邦政府 他下面有一個 美國的國王部 國王部下面就是美國軍政府 還有 美國的琉球民政府 這兩個單位他才有權力 來指導下面 來下命令給下面的琉球政府 來管下面的琉球人民 那麼這套體系是一直到 琉球返環日本 現在大概二十幾年出來了 好 就是這個 這美國合眾國政府 就是美國 那麼國防總省 就是國防部 美國軍政府 美國民政府 就是 這個是琉球民政府 他才有資格下命令 或者下指示 來指揮琉球政府 來管沖繩的住民 那麼這些是因為 一些解密的資料以後 流球的 日本的一些研究流球的這些專家 整理出來的 所以我們將來台灣 目前應該也是這個狀況 美國政府 聯邦政府下面的國王部 下面有美國軍事政府 還有台灣民政府 才有資格 我們在美國軍政府的指導之下 才可以命令指示下面的台灣政府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民 這個民為什麼要掛號 等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這個民就會拿掉 我們就變成台灣政府 來管轄我們下面的台灣的本土台灣人 這個結果是這樣子 OK 好 那麼我們60多年來 在中國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下 我們許多台灣人都被教育成中國人 認同中國 這個滿嚴重的 這就為什麼說 我們兩次的大選 2008年 包括2012年 總統大選都會輸 那為什麼 佔85%的本土台灣人 會選輸不到15%的中國人 我們把2300萬來看 我們2300萬的人口 300萬把它當作說 純種的中國人 其他的2000萬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那這2000萬 那持中一半 1000萬人被教育成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去投統派的票 所以 變成1300萬 對我們1000萬 當然我們本土台灣人會輸 好 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個滿嚴重的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 2008還有12年 這兩個總統大選 把他當作統獨公投 結果台灣會變成統派的台灣 然後再被中國合法併吞 因為外國人沒有辦法干涉 這是你們自己民主的選擇 這在國際法上是合法的 有可能的 到時候每日 即使有每日安保條約 恐怕也很難插手干涉 因為是我要尊重你們台灣人民 民主制度下的民主選擇 我要尊重 所以他不可以來干涉 到時候台灣被解放軍 進入台灣 因為已經被統一了 你們自己歡喜甘願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是會輪入勇士浩劫 好 那我們台灣獨立建國後 有什麼責任義務還有風險 我們要自己承擔 第一個 台灣人要自己去繳稅 繳的稅 來徵兵 來服兵役來保衛台灣 你服兵役國家也要付你薪水 而且你要自己購買軍事武器 還有 在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我們要自立防止中國武力併吞 其他國家沒有華裏依據 也沒有義務出兵干涉 那你們自己國家的事情 你還沒有加入聯合國 沒有加入在聯合國防衛體系裡面 這有例子 我們來看 東帝文獨立建國為例 東帝文在這裡 旁邊有一個流氓國家叫做印度尼西亞 就是印尼 跟台灣也一樣 旁邊有一個阿公 好 那我們來看 東帝文在1975年11月28號 從葡萄牙獨立 成立東帝文民主共和國 但尚未來得及加入聯合國 九天之後 馬上就被印尼軍來入侵 並佔領 在1976年7月 成為印尼的一個叫做東帝文省 之後的20年間統突抗爭 造成大概10到25萬人死亡 但是在1999年8月30日 在聯合國監督之下舉行了公投 當然絕大多數的東帝文 投票同意從印尼獨立建國 所以他們建國成功 但是在公投成功後 9月下旬近一個月的時間 印尼軍又繼續殺了快1400人的東帝文 並摧毀東帝文大部分的國家基礎設置 造成到現在 東帝文仍然是世界上 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 大部分的物資要靠外國援助 這很慘 蠻慘的 這種獨立的結果 你們要嗎 這非常危險 在我們還獨立 自己宣布獨立 但是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 我們有足夠的防衛能力嗎 好 那麼我們來看 在美國政府管轄下 做一個比較 一線之隔 以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國 這個紅色的是墨西哥 美國墨西哥 新墨西哥州 灰色的是墨西哥國 但是在這個邊界 很多墨西哥人一直想盡辦法 要投渡到新墨西哥州 什麼原因 就是被美國佔領的這一邊 好找工作 好賺錢 而且生活自由民主 那麼在灰色這邊的墨西哥國 那邊大部分都沙漠 那邊大部分都沙漠 也沒有什麼工作機會 所以他們一直想偷渡進去 好 再來看 這個美國跟加拿大的邊界 基本上差不多不適合房 因為兩個國家的生活水平 水平差不多 那文化水平也差不多 所以 我們也聽說過 加拿大人要偷渡到美國 或者是美國人要偷渡到加拿大 除非是坐姦犯科 那是逃亡統籍 那就另當別論 好 再來看 這個紅色中國被解放軍佔領 那麼綠色這個台灣 是被美軍佔領 那我們來做比較 以前 在25年前 中國福建省外面那個平南島 中國人經常從那個平南島做漁船 偷渡到台灣來打工 有沒有 那表示什麼意思 他們用他的腳來投票 台灣比較好 被美國管比較好 有沒有 至少在美國管轄下的中華民國政府 讓台灣 就是 就業的機會比較多 因為美國會下訂單給台灣 為什麼 台灣的IT電腦產業會這麼好 你說 泰國人不會做嗎 越南人不會做嗎 會啊 問題是 美國不下訂單給他 你說像現在 韓國三星手機這麼強 韓國的 最好的手機是在越南生產的 如果當時美國沒有佔領台灣 他不下訂單給台灣 那我們台灣是跟現在的印尼 或者泰國差不多 所以說 被美國軍事佔領 美國有義務要建設 被佔領地區 讓當地的生活水平要高起來 好 那麼 台灣如果在美國軍事政府管家下 我們台灣人自治 是免稅 免當兵 因為國防是美國要負責 國防軍會美國要負責 學教理要佔領我們 所省下的經費來建設我們台灣 變成東方瑞士的理想家園 OK 好 我們再來檢討 以台灣的民意入聯 或者用中華民國的民意 要反聯來做分析 以台灣之名升級加入聯合國 好 要加入聯合國的資格 是以國家為基本單位 好 那麼台灣是不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美國包括有 美國很多官員都說 不是台灣 不是國家 因為國家有認定標準 好 永久的人口 固定的領土 要有政府 要有外加權 好 這個人口 我們現在 大部分都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台灣國沒有人口 在法理上 台灣國也沒有領土 因為台灣朋友是日本天王的 現在這個政府叫做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也不是台灣政府 說台灣國有外交權嗎 23個小朋友國家都是中華民國外交部去跟人家簽的 所以台灣國這四個都沒有 所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你連資格都沒有 所以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 所以為什麼陳水扁用台灣的名利要加入聯合國 把那個文件送到聯合國秘書處被推薦 連看都不看 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很像是一個國家 可是其實不是 我常講 就像一隻猴子 你把牠洗澡洗乾淨 也給牠穿西裝打領帶 然後牽著手 來我帶你到護政事務所申請身份證 很像 很像 台灣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把猴子當人看 把台灣當一個國家看 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日暑美戰 好 台灣目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 不是一個國家 假如 注意說 我說假如台灣要建國有五個步驟 你要照這五個國際法的步驟來 才可以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要美國軍事政府進來台灣 終結國民黨的政權 把政權交給台灣民政府 本土台灣人組成的政府來自治 自治穩定以後 一段時間 要求我們的母國 跟美國談 台灣台灣返環 就是琉球返環 就是琉球返環 返環給日本以後 還有我們要求日本母國 制定一個領土分離條款 來做為法源 有領土分離條款做法源 我們才有資格來辦台灣公投 決定台灣的未來 你要繼續跟日本統一在一起呢 或者是要獨立出來變成日本的聯邦或者邦聯 或者成立一個中立國 一定要有法源嘛 什麼事都要依法嘛 那現在我們台灣獨派現在在這裡 在USMV之前這個地方 他就跳過這五個程序 就跑到直接要給人家公投 台灣這個不是無主之地啊 我常講台灣這個塊土地 台灣跟澎湖 有兩個握有權力的人啊 一個是有所有權壯的日本天皇 另外一個是握有所有權壯 權壯抵押在美國手上的債權人 這兩個我們獨派的台灣人 都不管這兩個老闆 日本天皇跟美國政府 就要把台灣跟澎湖獨立出去 難怪美國副國務卿佐力克說 台獨代表戰爭 代表美國要出動陸海空軍 包括第四個海軍陸戰隊 要來打台灣 台灣人要搞清楚 這是一個國際 類似一個國際規則 我常講 全世界的交通法規 都差不多一樣 紅燈要停 綠燈才可以走 交通法規都差不多一樣 只有分 駕駛座在左邊 跟駕駛座在右邊 左字跟右字而已 其他都一樣 我們要遵守國際的交通法規 這個就是交通法規 台灣人不遵守交通法規 自以為是從這邊就跳到台灣要公投 自己喊爽的 所以獨立喊了六十幾年都不會成功 就像那個蒼蠅 看到透明的玻璃 一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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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了六十九年了 撞不出去 獨立是不可能的 好 我們來檢討 以中華民國的名利要重返聯合國 好 我們來看 1971年的10月25號 聯合國2758號的結論 他說什麼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 承認他的政府的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其首屬的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 驅逐出去 好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聯合國的那個椅子 桌子 椅子都還在 桌子上面的名牌China 名牌還在 被趕出去的是誰 本來坐在那個位置的 蔣介石的代表被趕出去 所以桌子 椅子 名牌都還在 只是換毛澤東的代表 來坐在這個位置 好 那現在中華民國要重返聯合國 什麼意思 就是要把 現在坐在位置的這個 毛澤東代表趕出去 那陳水扁的意思是說 我不跟他搶這個位置名牌 我自己做一個名牌叫做台灣國 我做一個桌子 椅子 我要來坐在旁邊 可是因為資格不符 台灣不是國家 不可能加入 所以 這個椅子只是換 毛澤東的代表座而已 所以China還在 所以我們經常有人說 喔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沒有 這個China還在 只是 其實所謂的這個China 都是換政府而已 China都沒有改 是中華民國政府 跟毛澤東 蔣介石的政府 跟毛澤東的政府 在換位置做 所以China一直都在 所以中華民國沒有退出聯合國 是蔣介石的代表被驅逐出去而已 好 我們解讀一下China China一般是講磁器 那 日本的發音China 所以日本用漢文就用支那 但是中國人一聽到這個支那 就抓狗 很奇怪 它只是音譽而已 China 好 那我們如果用台語 菜那 菜那 現在已經 以前我們常常講說 賈國民動 現在他們是吃哪 他們現在都是賈工資技師 之前請客什麼都是發工費 今天要吃哪一家 吃哪 好 現在都更很賺錢 跟那個建設公司配合 都更 圈個地 拆啊 現在拆哪裡 拆哪裡就是有錢 要拆哪 要不然就要提錢來講 錢拿來 錢拿 OK 好 這個猝鼻猝鼻 走你們都督 好 那麼以中華民國的 在國際法的規範定義裡面 中華民國 1949年已經亡國 已經沒有辦法代表中國 因為1949年10月1號 毛澤東政府已經成立 好 中華民國只剩金門馬祖 這個殘餘國家 就好像 西爪多餵 像 頭前都死了 像後面的餵 還在餵 像金門馬祖 所以 ROC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西爪要怎麼反聯合國 那麼台灣國還沒有出生 如何入聯 所以一個已經死了 一個還沒有出生 都不可能加入聯合國 好 那麼 我這邊再講一個 三個精神病患的故事 來 有一個啟示 有 三個精神病患關在那個精神醫院裡面 那每三個月 那個組織醫師都會 叫他們三個出來 覆診一下 看有沒有進步 如果好的話 就可以讓他出去 所以他們三位叫來 坐在診療室 那個醫師 就在白色牆壁用牽字筆 畫一個門 再畫一個門把 就跟他們三位說 你們三個都好了 可以出去了 真的有兩個就衝出來 就搶著要開門要出去 那個醫師就搖頭 這兩個要繼續關 他就對另外一個 就很高興 這個應該好了 我對他期望很高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好了啊 你為什麼不出去啊 他起來說 他們兩個神經病啊 那個鑰匙在我這裡 他沒有來給我拿鑰匙 怎麼出去啊 哇 這個更嚴重 這個要關得更久 好 那我們來做個檢討 這三個病患 都不承認自己有病 對不對 他說你好了就出去 那兩個真的 就搶著要出去 所以前面兩位衝出去開門的是 沒有台灣意識 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無黨無派者 我們從小學讀到高中 我們所讀的書 都是國民黨 特意安排編排過的 假的 很多都是假的 而且他就是要用一個標準答案給我們填 你如果沒有填標準答案 沒有分數 他就不讓你去另外黑白相 想別的答案 這個就是標準答案 四個字就是四個字 你不要給我寫三個字 或者是五個字 不要讓你獨立思考能力 所以沒有邏輯 獨立思考能力 這兩個就是 那麼第三位是獨派人士 自認為握有台灣獨立建國的鑰匙 他說 我民進黨人最多 反對派 我綠軍的最多 我們有好幾十萬個黨員 你們台灣民政府才幾萬人而已 你沒有來跟我們配合 哪有可能獨立建國 錯 我們不是要獨立建國 我們本來就有國家 我們叫大日本國 我們是大日本國的台灣人 所以 這個獨派人士 自以為是 OK 那麼那個醫生 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成員 以擁有正確的國際法理 能演觀察 要醫治生病的台灣人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上高級班 我們是來學當醫師 你要認真學 不要出去當用醫 出去隨便講 講錯了 那個被你講死掉了 他不來上課 那你工夫沒有練好 你去碰到綠軍的民進黨 他們有些也是素養不錯的 他也很會講論述 你如果沒有好好練功夫 自認為來這邊 兩次初級班高級班出去 就要跟他們辯論 也用突變鬼 你會翻跟斗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新台灣論讀通 一定要讀通 你可以先跟 就是比較先進的 比較有法理的 我們這個老童心 跟著他們 聽他們怎麼講 而且重要 很重要一個態度 一定要溫和 我很希望說 如果有夫妻黨去最好 因為女孩子 比較能用溫和的口氣 很多人吃軟不吃硬 你跟他大聲 你便贏他的 但是你沒有贏到他的心 他還是不會來 所以用溫柔的力量 比較重要 我以前剛開始 我也是講的 理直氣壯 對方 對方也跟我講的理直氣壯 暗君快撞大條 不好 所以我們 要比較溫柔的方式去講 那 很多 外面很多 都說我們是詐騙集團 很多嘛 而且我跟人家講 跟朋友講 經常講一講 突然他站起來 跑到摸看看 胖子你有發燒嗎 會 有時候跟你比說 胖子你破搖 比較有可憐 這我想到說 我們有一個童心 他在高雄陸竹 有一個農發堂 有沒有聽過 有 那早期 早期因為 台灣都 對軍人病患 沒有治療的設施 或者是場地 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親人 鎖在家裡 很可憐 後來 就是 隆滑堂的師傅 去 組成一個 收容守 那我們有一個童心 在那邊當志工 那他也發現 有一個人 講話什麼都很正常 為什麼被關在這裡 他說 你不是好好的 你為什麼不出去 他說 噢 不可以啊 外面很危險 我們那個童就問他 為什麼外面很危險 外面都是神經病啊 他認為外面很危險 因為外面那些人都神經病 只有他是正常的 所以 現在外面的人都說我們神經病 到底是他神經病 還是我們神經病 等你把《清台灣論》讀通 你就可以去 很 確定 跟他說 我正常的 你都笑的 好 要學好 不要出去 沾兩下陣亡 我們要好好學醫師 醫生 OK 好 那麼 理想建構台灣未來的模式 我們希望是 美國軍事政府下 我們台灣民進政府來自治 好 然後 拒絕 中華民國軍政府體制下的選舉 我們讓他們 投票率低 50% 那國際社會 包括美國 日本 他們就知道 我們台灣人 已經受過了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的統治 好 或者 依據琉球法南模式 我們回歸大日本 好 或者 從日本獨立出來 跟日本結為邦連 或者是聯邦 然後 或者 我們 像瑞士一樣 成立中立國 跟日本等聚 跟美國等聚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等聚 好 那麼我們也要檢討 本土台灣人 對美國的期待 很多人來上過 初級班 高級班 然後 就會跟我們反應 為什麼不叫美國 波金會給我們台灣民進 來發展組織 或者 為什麼不叫美軍 趕快來佔領 接管台灣 把國民黨 把中華民國 地方政府 移到金門馬祖 經常會有 我們的同心學員 會提出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要認知 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跟我們大日本台灣 是敵對國 現在我們是被 佔領者 我們打敗了 美國是佔領者 上下的位置 我們要搞清楚 美國 美國對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兩項要求 我們準備好了嗎 他說訓練四千個 然後 要有 四十一萬份的 台灣政府身份證 這兩個 我們如果都沒有達到 我們就沒有資格 去要求 美國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 他是佔領軍 他是位階在上 我們是下面 我常比喻一個 在一個公司 董事長去上廁所 碰到一個員工 那員工看到董事長來了 就跟董事長說 董事長 那個地板這麼髒 你怎麼沒有整理乾淨一點 我們有點像這樣的意思 員工在命令董事長 員工在命令董事長 你要做這個 你要做這個 做這個 OK 好 好 後裔 台灣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 台灣人應該親美日 共同防衛台灣 這不成的航空母艦 是麥克拉斯講的 馬英九 他經常利用各種機會 要讓我們仇日恨美 他比如說 以前馬基歐 跟他的日本男朋友 因為喝醉酒 毆打我們台灣的司機 那時候電視報紙 全天候的 從早播到晚 連去弄了一個 播了一個禮拜 就是要讓我們仇日 然後故意要進口 有瘦肉精的 美國的毒牛肉進來 然後把資料給 公共的民進黨 立法院 在立法院爆料說 美國很快 要用毒牛肉 來毒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吃 強烈我們要進口 美國毒牛肉 讓我們來仇美 然後 然後 他在連共要 馬英九連共自台 結果 叫我們去仇美仇日 就是要分化我們 好 好 台灣在這裡 中國在這邊 那我常在 晚上睡覺的時候會 空手夢想 做做夢 在想說 台灣真是倒楣 寶島是寶島 被國民黨 貪污福 69年還沒倒 可是旁邊更有一個虎視 沾灘 意思是說要 學習台灣 要 要跟我們統一 我在想說 如果台灣民政府 將來執政 我的夢想 開國際標兩樣 就要求全世界的 發明家 科學家 發明兩樣東西 一個是 最鋒利最大的鋸子 把台灣從下面鋸開 然後再要求他們發展 最強大的核能的發動機 裝在下面 然後 然後 開始 開 開 開 找到這個地方 在聖地牙閣旁邊 這個緯度跟我們 超不了太多 不會太冷 也不會太熱的地方 但是不要去住臨海 要在外海24公里以外 就要 停住 大概停在這裡 這個位置不錯 南加州 這邊又涼快 又沒有颱風 這樣中共以前 他們的M族飛彈有1500顆 那個射程都300公里 到這邊都掉下來了 射不到這裡 就打不到我們了 我是這樣 恐怖恐怖 哪能來這裡多好呢 OK 所以我們要聯合日本跟美國 來保衛台灣 不要被阿強 阿強 唱去 好 那麼 這個阿強 十幾年前去跟烏克蘭買這個廢棄的 蘇聯解體 那還沒有蓋好 蘇聯就解體 這個 那時候烏克蘭叫做 瓦梁格號 經過十年改裝後 出海四航 你看多兩光 他們自己的發動機 一個油 開始開了曬 冒暈 現在 像中 如果要打他很容易 老遠看那邊在冒暈 往那邊打就打中 不用什麼GPS 衛星定位 所以我笑他說 這個瓦梁格號 台語要叫做 瓜梁共河 瓦梁格號 瓜梁共河 真的有梁共 都簽五元 我們給他笑 他 不好意思 就改名字 後來改成私郎號 有沒有 私郎攻打台灣 有沒有 政治攻的叛將私郎 好 改私郎號 我們又跟他笑 台語叫做 私郎號 這裡全私郎 我們笑一笑 他又改 改叫做 遼寧 台語說 啊 遼連 所以 龍宮 西郎 又遼連 這個 全世界 航空母艦 就剛才這隻 上面沒有戰鬥機 這就是 他們要很多問題 包括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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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不知道 對來去買一個中國的 現在在刺 他已經刺到人家的 知道了 死了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 餐廳那邊有點心 餐廳那邊有點心 可以吃 下課休息 謝謝